- 嗨!我是廖帥,今天的你逛公園了嗎? 今天我們來到台中市建國市場旁邊的帝國制塘廠 這裡是新開發一個小公園,這公園其實很大喔 看一下後面的,還有一個非常大的水池 而這邊以前是制塘廠,現在把它改成一個觀光的小公園 如果有機會來到建國市場的話,順便過來這邊一個小公園看看喔 請多多多點wyn思考 請多多點小公園 按小鈴鐺 看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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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泰廣場 看一下喔 秀泰廣場沒錯 有機會的話各位來這邊走看看 不過呢我就不想走了 因為有點大 我懶得走路了 你們就自己來看看吧 帶各位去看一下另外一個地點 地點是什麼呢 那個就是一間小小的寵物公園 搭配 hour 搭配 volume 台中市的寵物公園 各位看一下我身後的就是台中市的寵物公園 這個寵物公園有分小型的小朋友 大型的大狗狗 以9公斤為一個單位 9公斤就是小型的 9公斤以上就是大型的 各位看到 它有獨立的出入口 進跟出是分開的一個獨立出入口 假日很多人都帶家裡的毛小孩來這邊玩耍 而且它是用柵狼圍起來的 你可以讓小朋友在裡面跑來耍去都不用擔心 也不用擔心說它會不見 因為這裡全部都是圍起來的非常安全 台中市真的很缺少這種給小朋友 寵物毛小孩奔跑地方 我覺得台中市政府應該多多開發這種寵物公園 讓寵物毛小孩可以在這邊玩耍 我個人覺得台中市火車站這一邊沒有什麼景點可以逛 還好前陣子開一個秀泰廣場 不過現在有個帝國堂場之後 我覺得應該會有更多人喜歡台中市火車站周邊的一個設施環境 不只可以逛一些建國市場啊 建國市場你也不會來啊 你又不會下廚你又不會煮菜 像我這種人才會逛建國市場 剩下的時間可能就是秀泰廣場啊 看看電影啊 台中市火車站啊坐著火車啊 Hi 我是廖帥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